我是Sammy 我是快點衝浪選手 那當時很小的時候看到這個運動 一直在追求台灣有沒有這個運動 然後一直到畢業的時候 我就找到同學說可以去微風運河 那是我第一次嘗試 滑水運動是我從事過這麼多運動裡面 我覺得最難的一個運動 因為很難所以你一直挑戰的時候 你會很有成就感 滑水運動其實它是很多運動的綜合 其實我每次都形容它像是一個水上體操 所以你個人的 不管是你的體能上面肢體上面的 要非常的穩定 那你的心情其實也要非常穩定 那我自己特別喜歡競賽 我覺得在競賽過程中 因為滑水運動它是一個一個出場 然後你的表演就是因為你這幾年 你整年度準備你的賽季 然後所練出來的動作 所練出來的花式 要讓大家很驚豔 最近在使用這支表的時候 我覺得因為我們衝浪動作 常常會噴掉啊 或者是落水啊 會有很大的撞擊 在承受力上面是很OK的 這幾年來有越來越多的青少年來學習 如果在加重重量訓練的時候 就是整個強度是拉高的時候 有這個記錄器的話 教練也比較方便可以理解說 你當下訓練的選手 或者是你的學生在怎麼樣的狀態 是不是可以給他更強的強度 或者是適時的減弱這樣子 我有一個很大的煩惱是 我在滑水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要半個小時 要一個小時 然後我可能會失去很多活動的訊息 這樣子 戴了手錶之後我覺得很酷 就是我可以一直read它的訊息 然後因為它有震動的功能嘛 所以我在滑行的時候就會知道 欸 有訊息來了 我覺得TicWatch S2這隻手錶 它呈現的樣式是很像運動員在戴的手錶 適合我們戴運動 然後功能上面 又可以很即時的收到訊息的這兩個功能 好